人总是希望多做功德 但本身过分地追求功德 也会让功德有漏 会造成功德的不清净 所以 为什么有些人修得很好 一求就灵 不会双修 家庭平安 诸事顺利 而为什么有些人 你看着他在做功德 每天忙碌地拧经 许愿放生 但最后所求之事 均不能如愿 因为它是有为而为 已经让功德 变成了人天福报 这就让尊贵的佛法 变成了人们求名求利 所使用的一种方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带着目的去行善 总是功德不够圆满 师父还说 有时候 甚至在行善之中 很难度到众生 而且让有些人 对佛法会产生误解 以为每个人 只要做点功德 就可以消灾解难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师父涅槃时 我痛苦万分 在痛苦中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为师父助念 还在工作期间的我 放下一切 全天给师父助念 连续一个星期 工作全部暂停 虽然工作的事情很多 但我全部推掉 不再理会 那个时候 工作指标压力很大 领导也会天天看指标完成情况 进行催促和压力的施加 我没有念诵其他经文 只是全心给师父助念 助念一周后 师父头期过了 开始投入工作处理事宜 在工作第二天和第三天 工作顺利进展 并且获得了公司七千元的奖金 相对而言 公司同事已经为了周度指标 努力了半个月 却没有这样的收获 我没有求菩萨任何事宜 只是希望能多给师父助念 尽自己的努力 却意外获得了这样的奖励 一切都是菩萨和师父的给予 我们去努力 菩萨和师父看得到 也会加持我们 我们的尊师重道 是佛弟子应该做的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父 您住在心灵净土 一定很法喜 很健康吧 不会疲惫了吧 您在心灵净土成佛了 无量光 无量寿啊 师父 您现在一定力量更胜从前了吧 更加有能力照看弟子们了吧 师父 不要把弟子留在人间呀 等弟子以后受终了 记得来接引我回心灵净土 在那里 跟师父永远在一起 享受佛果呀 弟子现在身在人间 心却和师父在一起 您就活在我的心里和脑海中 我会记得您对我说的话 铭记在心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每一天 每一秒 每一刻 我会好好努力 珍惜一切 好好学佛 永不退转 将来在心灵净土 一起享受佛果 师父 弟子爱您 游记地址 亲灵净土 收信者 恩师辞父 卢君洪台长 收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母亲走进法门 也有两年多了 但是一直不舍婚时 在恩师元祭回天的第六天 我的母亲得到了大加持 终于开智慧了 自己在佛台前许愿要吃全素 放下 不与众生结冤了 看到母亲的精进 我更是感恩佛菩萨 感恩我们的恩师 法喜充满 昨天 母亲和我说 她才许愿吃全素 短短的九天 佛菩萨 师父太好了 真的是大加持啊 还给她治病了呢 母亲说 她一辈子的便秘好了 母亲今年七十四岁 不识字 就只能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 母亲这么大年龄的老人 每天能干好多家务活 夏季还有大菜园子 母亲一点都不觉得累 哪儿都不疼 这不是佛力加持吗 每天念诵 观世音菩萨圣号 六个小时左右 特殊情况 前几天助念十个小时 母亲感恩法门的书圣 感恩佛祖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 悟法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父二妻 每天供奉师父的香炉的香 都打卷 有时候 每上一炷香 都打卷一次或者两次 是师父慈悲的加持 让我惭愧的心 慢慢有了正信 修了七年 没有度到几个人学佛念经 对不起师父 让师父悲业了 感恩师父 我一定跟着东方台的开示 好好修心学佛 不辜负师父 我会背诵白话佛法 开智慧 和弘扬心灵法门 一门精进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这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父王出海去观光遇难 但是没有死 被一个渔夫救起来 当时父王就决定给渔夫一大笔钱作为报答 他想出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 现在就将自己目前资产的百分之五 大约两三百万元送给渔夫 另一个是等到十年之后 将自己那时候的财产的百分之二十 相赠送给这位渔夫 父王之所以想到这两个方案 是因为当时正在金融危机 他想如果这个救我的恩人 选择了获利更多的第二个方案 自己现在就可以多一点抗风险 和为了今后发展更好 多有了一些保障 这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好事 渔夫自然的非常的高兴 但是同时他有非常的为难 按理说他应该选择第二个方案 但是他担心 十年后谁会知道会是怎么样呢 如果富翁十年后资产缩水 甚至破产 自己不就亏大了 选择第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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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十年之后 富翁的资产剧增让自己不甘心 作思又想 难做判断 富翁给他三天时间 做最终的决定 你们想知道 渔夫最终做出了什么选择 台长 台长 稍后告诉你们 现实中 我们人生 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 人间的物质 人间的物质 那是色 没有一样财物能够带走 那是空 想拥有财富 那就叫空即是色 得到财富 又失去了 那叫色即是空 如果你打开冰箱 有三种以上的菜 你就会选择 吃什么 最适合自己的胃口 打开你的衣柜 如果里面有三套以上的衣服 你就会花一番心思 选择哪一套今天可以穿 你要是在谈恋爱 你在选择会很烦恼 是选人品好呢 还是选经济条件好呢 还是选人长得好呢 如果你家里条件好 你也会在选择 一生清闲好呢 还是吃劳本好呢 还是继续吃口 吃苦奋斗好呢 这就叫烦恼 你如果学历高 你一下子 有好几个公司 都要聘用你 你一定会愁的 饭吃不下 觉睡不好 人生是一趟 没有回程的列车 放下烦恼 人生如梦 随风飘 聚散喜忧 皆是缘哪 对人间的一切万物 我们不起执着 眼睛看见的一切 积属虚妄 更何况 我们要在虚妄当中 来做选择呢 现在 台长告诉你们 渔夫的选择了 也要鼓掌他 告诉你们 渔夫被这两个烦心的选择 弄得焦头烂额 神思恍惚 在第二天出海的时候 一不留神 弄丢了船桨 因无法控制木船 而被突来的 儿子的台风 船翻人亡 他失去了选择权 贪欲如火呀 凡所有相 积属虚妄 这就是色即是空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平时拥有很多的心 去念经 许愿 放生 你就是在 露诗功德 当碰到有烦恼 或业障爆发时 你就很难 消夜过关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